開始錄製 首先CAM1 CAM1開始 嘩 真是來就來了 你為何走了? 你為何脫衣服? 嘩 真是做足了功課 拍到那邊嗎? 有玩具TV 這裏有裸藍 好 玩具TV 不知道是多貴 不知道是多貴 這個 應該已經出了 出了 是一套六款的Nanoblock 這次是第二套 第二次出Ultraman角色 鹹蛋超人 上次其實是只超人 這次就有怪獸 所以也解釋了 為何我會搶著來介紹 是因為自肥 因為我太太非常喜歡 各類型的Yen谷怪獸 而你太太很喜歡怪獸 是 是 她也很喜歡怪獸 所以解釋了 你還未戴咪 黑哥 I am so sorry 好 幸好我沒有說 這次的六款有甚麼 其實有一隻Ultraman 鹹蛋超人 這個我也不知道是誰 鹹蛋超人 是原祖 原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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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traman 糟了 忘記了 這個 這個 不是這個 這個 糟了 要問我老婆 甚麼星人 好 那她就 美甚麼鬼星人 Matchuan星人 是Matchuan Matchuan星人 好 那她有一個大箱子 裏面有六個袋 對 這袋很漂亮 所以我不捨得擠 真的很漂亮 每一隻有一個小袋 然後每一個都會有說明書 好了 我們是否應該轉結合 當然沒有 這些 這麼斯文的事 當然是男人做的 好了 她件數不算多 很小隻 其實是小隻 因為她的組件很小 所以小隻是正常的 另外 其實這系列的玩具 我發覺她真的不算很小 因為她這麼小的關係 如果她的組件是實 你拼錯了 根本就沒有辦法拆開 是 因為太小了 你的手指根本就拎不出來 是 所以她不算太實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 都叫做 是一個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就算你拼錯了 因為我也試過拼錯 拼錯了之後 也算是不太難拆開 那我就想像到 哎呀 就已經來了 立刻示範 如果 你 比較實一點的話 這裏 嘩 嘩 嘩 腳去哪裏 這裏 這裏 如果太實的話 就真的很難 但是 你說如果給我 你說你喜歡這套組件 而你打算拼起之後 就不會拆開 我會建議你貼死它 是啊 所以我上星期那套組件 已經回去貼死它了 要是貼死它 要是你找個箱進去 這樣 這樣呢 請夠遠 這麼快 其實它有幾個是靈石松的 其實我有一些 有 它那個好處 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每一件件 即是每一個形狀的件 每一個不同形狀的件 每一個形狀的件 它都給你多一顆 嗯 即是當是試啤 這樣給你 所以每次你都會剩下很大包 我這裏就是六包合起來 六隻東西合起來 總共是多了這麼多出來 是的 而且因為它有這麼多 裝備件的關係 其實我是有改裝了這麼多 因為有些我覺得實在太鬆散 實在太顏色 譬如頸 可能它是外形先缺的關係 它只是給你一格的連接位 我其實有些地方是可以偷雞 給它多一點連接位 因為譬如在背面 你可以加一些東西去拱固 拱固頸 或者是腳 就讓它站得穩一點 可以做 我也是這樣做 我也是改了一些件 或者某些地方 我待會再給大家看 沒錯 其實造型 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你怎樣都認得到 尤其是它也挺聰明 用了一些陰陽色 譬如比蒙 它會給了兩個紅 是 待會可以看到 食淺秀 它也是有給了兩個啡 那麥克風 我覺得就是便認度最低 那一隻 不是很認到 這可能是任何一隻 淺色的恐龍 但其實除了 那隻雞克風之外 其他那些也是很成功的 我內子 我太太說最漂亮 就是達達和 Matchelon星人 大家可能未必同一個意見 但是 起碼你會拼出來 小小一隻你是會辨認到的 另外還有三隻 我給大家看另外三隻 我們居然有巴西的朋友 Sergio 是在Brazil MATRON星人 等下我放近一點 MATRON星人是很有趣的 因為眼睛突出來有透明件 而且這個Ultraman鹹蛋 腳下沒有阻 這也是我找個配件做了阻 因為沒有阻 實在是很容易 哎呀 MATRON是很實際的 所以掉下去也沒事 MATRON真的很有趣 食淺獸我也有改了一點 因為其實它的口是一個洞 本身有條縫 有條縫 很不穩 我填了黑色件 就實淺了很多 就不會很容易跌 因為它一有空間就會 是的 變成它有那麼多自由度 你玩的時候 你可以創作一下如何改善 因為真的有很多剩餘物資 我也預計你一套買 你不會抽一隻 你真的有很多剩餘物資 譬如你的腳可以改得鞠固一點 或者每隻砌一個地台 其實是足夠的 所以我覺得都挺好玩的 還有細細見放在家裡 陳列的觀賞度是非常之高 還有它這次選擇的幾隻 都是變色度和色彩很漂亮 MATRON是最色彩的 還有食淺獸和兒子 這些都是變色度最高 反而就是RATKING我也比較奇怪 RATKING真的未必那麼容易做 因為單色 我是它 我不會選擇這隻 但是它選擇了就… 太淺色了 是的 它太淺色 還有它沒甚麼特別的標誌 可以容易認得到 任何恐龍都可能要按照顏色 好了 給大家看得到 我覺得最漂亮的是MATRON 我覺得 看看吧 還有還有甚麼要說呢 這個系列就… 應該現在就有得賣了 價錢方面就… 一般不算很便宜不算很貴 幾十元一隻 這個袋子是很有趣的 啊 出事了 最容易破壞的就是那隻DAT 不要緊 先拿下來 再給大家看看包裝 對 就是這樣的 這次其實就比上個禮拜介紹的那個 是的 起碼小隻一半 是的 比較小隻 所以你會感覺上好像沒有那麼精細 因為上次那套鬼滅真的有很多東西玩 砌出來真的很豐富 這次的確是… 因為它真的相對是小隻很多 我覺得就不同玩法 好 好了 這個就先說到這裏 稍後回來 稍後回來見 這次家傑真的離棄了我們嗎 是的